我认为你倒是可以多关注一下 美国的军舰和军机怎么就不远万里 来到了中国的家门口 大摇大摆的炫耀武力呢 另外对于美方来讲 他最好不要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如果要提这个问题呢 最好首先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军队在中国台湾岛附近海域 开展军事训演活动 是反击美国一些政客和台独势力 重大挑衅举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必要和正当的举措 中方呢 事先有关部门已经事先就此 发布了安全提醒和航行的警告 中日在有关海域尚未化解 中方不接受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中方呢也敦促日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盛行 连日来呢中方通过各种渠道 在各个层级反复的向美方阐明 中方坚决反对 佩洛西串访台湾的严正立场 但是显然美方和那些台独分裂的势力呢 没有听进去既然如此中方的中国军方中方就只能以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进行对话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 在当前围绕着佩洛西串访台湾的这场斗争当中 美方是挑衅者 中方是受害者 美台勾连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而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 历史和实践都已经反复的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 当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充分和认真的遵循时 台海就会保持风平浪静 而当一个中国原则受到思议的挑战 甚至遭到破坏时 台海就会阴云密布 甚至出现狂风暴雨 如果有关方面有关人 包括我们的媒体朋友 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的话 你们就应该努力去向美方的那些官员 美国政府和台独势力去释放 传达明确的信息 要求他们不折不扣 言行一致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期待的 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